自6月中下旬以来,A股港股风雄一去不回头,寻常百姓每天都要跌掉半年工资,更何况是持局资炒股的明星们,他们中有的人身价在一夜之间蒸发数亿,张子怡4.7亿,张子怡的母亲李卓升在08年时收购了万达商业地产900万的股份,占股0.5%,此后万达商业增资库股,李卓升股份增加至1800万,占股0.46%, 万达商业曾在今年6月5日飙升至77.2港元每股,达到最高点,张子怡家族增加了近14亿港元的财富,而截至7月7日收盘,万达商业报价50.9港元每股,李卓升手中股票大幅缩水近4.7亿 柳岩1300万,去年8月,光线传媒股票解禁,市值重返千亿,光线一街柳岩持有46.2万股,今年5月到6月,光线传媒股价扶摇直上,在6月12日达到49.86元每股的顶峰,截至昨日收盘,光线传媒跌至22.7元每股,可谓是斩腰还有余 柳岩手中持有的股票较至最高点,占值了近1300万 范冰冰,一亿2000万,自今年2月以每股22.83元上市以来,唐德影视股价一路飙升,上市连拉11个涨停,四天股价就几近三番 范爷作为唐德的第十大股东,持有129万的股份,浮营过亿 然而,自6月中下旬A股进入股灾模式以来,唐德影视的股价也是一路下贯不回头,已斩腰至90.95元每股 半夜的身家被风雄吸走了近1亿2000万 赵薇40亿,2014年12月20日,赵薇及丈夫黄有龙持资31亿港元,按1.6港元每股的价格 购入阿里影业预19.3亿股的股份,占股9.18%,成为阿里影业第二大股东 此外,赵薇还是唐德影视的大股东,持有117万的股份 在今年的4月9日,阿里影业股价升至4.4港元每股 而怒斥巨资的赵薇资产更是暴涨了54亿 同日,唐德影视收盘报价103.93元,赵薇净赚9500万 然而,进入6月中下旬,A股港股同步上演跳水大戏 截至发稿,阿里影业跌至1.95港元每股 唐德影视跌至90.95元 按照当天汇率环算,赵薇身价比至最高点 蒸发了近40亿人民币 然而,他们所有人暴跌的身价加起来都没有他一半多 不得不说股市有风险,入市虚喜慎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主引里报道 卓升股份增加至1800万 却股0.46% 万达商业曾在今年6月5日飙升至77.2港元每股 达到最高点 张子怡家族增加了近14亿港元的财富 而截至7月7日收盘 万达商业报价50.9港元每股 李卓升手中股票大幅缩水近4.7亿 柳岩1300万 去年8月,光线传媒股票解禁 市值重返千亿 光线一阶柳岩持有46.2万股 今年5月到6月,光线传媒股价扶摇直上 在6月12日达到49.86元每股的顶峰 截至昨日收盘 光线传媒跌至22.7元每股 可谓是斩腰还有余 友言手中持有的股票较至最高点 变值了近1300万 范冰冰1亿2000万 自今年2月以每股22.83元上市以来 唐德影视股价一路飙升 上市连拉11个涨停 四天股价就几近三番 范爷作为唐德的第十大股东 持有129万的股份 浮营过亿 然而自6月中下旬A股进入股灾模式以来 唐德影视的股价 自6月中下旬以来 A股港股风雄一去不回头 寻常百姓每天都要跌掉半年工资 更何况是持举资炒股的明星们 他们中有的人身价在一夜之间蒸发数亿 张子怡4.7亿 张子怡的母亲李卓生 在08年时收购了万达商业地产900万的股份 占股0.5% 此后万达商业增资扩股 以下也是一路下贯不回头 以闪耀至90.95元每股 半夜的身家被风雄吸走了近1亿2000万 赵薇40亿 2014年12月20日 赵薇及丈夫黄有龙 持资31亿港元 按1.6港元每股的价格 购入阿里影业逾19.3亿股的股份 占股9.18% 成为阿里影业第二大股